你為什麼要欺騙我們 好了別吵了 搭個飛機怎麼火氣這麼大 或是看看你的鄰座 居然公然把腳放在椅子上 超沒禮貌 根據旅遊平台最新統計 綜合台灣、澳洲、印度、馬來西亞 日韓、月印等十個國家 旅客最受不了的NG搭機體驗排名 第一名是沒禮貌乘客 尤其會爭奪扶手和拖鞋子 最讓人受不了 第二名則是班機延誤 第三名才是吵鬧旅客 但看看台灣的排名 沒禮貌乘客和吵鬧乘客並列第一 班機延誤第二 哭鬧嬰兒排名第三 可見台灣人對搭機品質相當重視 我覺得吵鬧比較能接受 班機延誤比較不能接受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班機延誤耽惹很多時間 延誤可以一直坐姿也是啊 可是吵鬧就是啊 好想下飛機 我們每個人上面有放行李的 那個置物的位置 那曾經我遇過就是我們要放 他說不行 他說那個是我老公要放的 他不讓我放 為什麼硬要放的 一定會一定會 那怎麼辦 那時候要怎麼辦 就忍耐啊 他也沒辦法啊 小孩子也很可憐啊 喔 他有時候那個壓力都會痛 小孩子搭機時又哭又鬧 也是台灣旅客普遍受不了的 NG搭機體驗 帶娃搭飛機 爸爸媽媽們也有自己的小撇步 因為我現在就帶很多玩具出去 那就是安撫他們了 或是說如果他今天如果太吵 我就是離開座位去廁所裡面 幫他情緒化一下 然後讓他安靜一點 讓寶貝轉移注意力的物件 統統帶齊 畢竟難得出國一趟 大家都不希望在打擊這關 就打壞好心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